HELLO 歡迎大家來到兔兔郎的頻道 我是兔兔 我們今天要來 七七豆星座 來 介紹一下自己的星座 我是天蠍座 我是雙魚座 你知道我們星座的區間是什麼時候嗎 天蠍座是10月24號到11月22號 這是我Google到的 然後雙魚座是2月29號到3月20號 因為有很多星座是那種 介於兩者之間 就是快要 快要下一個星座 對 跨星座 所以我通常兩個都會有 會有一點特質 然後我們來好像都還蠻中間的 也就是說比較沒有五常 對 比較沒有 你覺得我很雙魚座嗎 你很雙魚 你覺得我很天蠍嗎 很標準的天蠍 非常標準 好 那我們現在就探討一下 兩個星座的優點 我覺得雙魚座的優點就是 很隨和好相處 他永遠都是群體裡面正沒意見的人 他不喜歡做決定 剛好我喜歡做決定 但是天蠍座還蠻有組件 我不要就是我不要 很勇敢的拒絕 但相對的雙魚座就是 不好意思拒絕 還有你不知道怎麼拒絕 我覺得這是兩件事情 不知道怎麼拒絕 像天蠍座這種 我不要 三個字就解決這一切了 然後天蠍座我覺得 戰友就蠻強的 這張優點還是缺點 在感情上我覺得 是優點還是缺點吧 就是超過就變缺點了 剛剛好是優點 就會很甜這樣子 對 就會讓你覺得 我覺得我一直都很需要你 然後我覺得雙魚座反正也喜歡 很愛你 講一下天蠍座什麼缺點 想不到是不是 沒有他臉也是想不到 我覺得雙魚座真的很謙虛 我其實想不出來雙魚座的優點 我覺得好 我想到了 他是一個很好的調和器 就是一片混濁的時候 你就把雙魚座推出去 他就是可以在那邊 跟大家在那邊搓麻將搓半天 搓不出個所以然 但是有時候就是需要這種人的存在 對 大家就不尷尬 對 大家就不尷尬 然後就是他很會軟性 各種軟性 可是他軟不出一個結論 他只能就是 欸 就是 好好的 什麼都好好的 棉這樣子 好好的 像棉花一樣 就像棉花一樣 如果這種情況把天蠍座推出去 就是降到別人 對 然後就是 直接見鞋 這有時候 不同時刻要派出不同的人 這是天性感不感的 然後 還有什麼優點啊 想不出來 我真的覺得那個是最大的優點 那你可以講看一些做的優點 其實我很欣賞他直接說 不要這件事情 我記得我第一次聽他說不要的時候 我嚇壞了 你怎麼可以這樣直接跟人家講話 可是你知道他講完之後 那個帶來的結果就是 讓人覺得很欽佩的 像如果我跟人家說不要 可能沒有人要甩我 大家都會有預期心理 對吧 他就是預期心理就是跟人家說不要 之後人家就是會勾而退散 我的預期心理就是人家就是會 可能嗆我吧 為什麼不要 然後我就想 蛤 你回什麼就是不要啊 然後他在那邊回很久 對 你要什麼優點啊 聰明啊 洞察力很強 啊 你看他自己回答了 我就是回答一個就好了 缺點 雙子座缺點就是 就是就很不喜歡很沒主件這樣 然後很喜歡 依附一個比較有力量的別人的決策 然後依附在人家之上 然後就依之下 然後就這樣 一起這樣捨過去 天鮮座缺點喔 我覺得有時候真的有點太冷了 來我們現在給彼氏的星座一個分數 1到10分囉 我給天鮮座10分 算你做9分 我給魚兒6分 天鮮座8分 可是你問我說滿分是誰 我其實也打不上來 好現在用一個特色 你來形容雙魚座跟天鮮座 天鮮座就是 有效率 雙魚座就是 美效率 我不會用美效率 就我不會把這個機會放在美效率上面 就是 乍看很呆 就是有時候很好胡 我覺得雙魚座是最好胡的 什麼事情都是這樣 快樂呆好 快樂呆好 這次雙魚座其實是聰明的 但他需要時間消化訊息 想一想 就是這樣 結束可以理出這個結論 通常0秒可以騙到他 雙魚座 嗯 我現在已經在展現一個雙魚座的樣子 大家可以看出來嗎 就 那你可以欣賞天鮮座嗎 欣賞天鮮座就是 啪啪啪 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所以你覺得有效率是不是一個 好的形容 就是快快快 什麼都是很快 有效率也是快的代表 然後做決定也是快的代表 不托你代表 請問你會 因為 聽到對方是 雙魚座或 天蠍座而有好感嗎 為什麼 會 因為天蠍座就很聰明 真的很聰明 所以 通常不會太雷 然後 雙魚座因為就是 很呆很可愛 有樂趣 所以這種都會加分 而且天蠍座 他們很常說一句說 他甚至天蠍之池 就是動不動就要把對方代入 就是人家只要好像承認一下 人家是天蠍座 然後他們就要開始代入人家說 天蠍座會這樣嗎 我們天蠍座不會這樣嗎 他們很喜歡說 我們天蠍座 但雙魚座不會說 我們雙魚座 真的不會耶 對 天蠍座有一種 身為天蠍座的優越感 所以他跟Aro很常這樣講 我剩下一個雙魚座在旁邊 感覺說 你真的是很有自信的二人 OK 我對天蠍、雙魚、巨蟹座 我只要聽到 他是這三個星座 水象星座 我就會立刻有好感 立刻達成一片 所以會 雙魚座就是因為 他自己不是一個武器 他沒有辦法去 攻擊別人 拿棉花丟人 對 又不能拿棉花丟人 所以說他就需要 趕快跟天蠍座交朋友 然後天蠍座比較軟綿之人 就在旁邊這樣說 欸我跟你說 喔 這怎麼樣怎麼樣啊 然後他就被你軟綿到 他就會也覺得 對啊怎麼這樣 然後他就會出去 人家刀凱人 我跟你說 那你要看你是天蠍座的人 還是別人 天蠍座分兩種人 一個是自己人 一個是別人 你要是自己人他才會理你 所以就是 雙魚對天蠍很有比操 這是非常特別的事情 所以就是我聽到天蠍 我一定立刻有好感 因為他就是 嗯哼 OK 而且我就是一定有把握 就是我可以搞定天蠍座 嗯哼 厲害吧 這是我最大的優點 你覺得你很優秀是不是 笑不出來 好 再來 有人說 雙魚座跟天蠍座是天座之合 你怎麼看 是啊 我覺得第一個 水象星座之前本來就很合 然後 因為雙魚座超軟 然後又超快樂的 大眼 我覺得這很重 天蠍座的胃口 就知道你覺得這樣我很可愛 然後我就盡量就掉入你的陷阱 然後你就很開心很開心 你開心的時候 雙魚座可以開始命令你一些事情 然後你覺得 嗯好我去做 因為你現在很開心 有可能欸 那是這樣嗎 對欸 有這樣的可能 可是我覺得你被 就是從日常裡面去辱獲你這樣子 可是你被我 捕獲到的時候 你是真的 掉到陷阱嗎 不是真的啊 但你真的讓你開心 你看我們和互相對不對 你會覺得這就是一個 來我們現在聽聽網友怎麼說 我們為此呢 有問大家 請問了大家 對於天蠍座與雙魚座的看法 我們來聽聽大家怎麼 用一句話短短來形容這兩個星座 現在是天蠍座的時間 因為我們先解決天蠍座 好大家覺得很有心機 但是是自我保護 大家是說的喔 對 他也是天蠍座的那個 你們group 裡面的人啊 自己天蠍覺得自己可怕 外冷內熱神秘感十足 對這是通常對電影影響 我覺得Aero也很冷啊 我覺得天蠍座感覺都很冷 但是你只要開啟它的開關 它就會很熱 認同 然後說天蠍座有心機來陰的 我覺得 這個我真的是要幫天蠍座醒來 有沒有想過是你們 我跟你講天蠍座不來陰的 它都來直接的 對啊 我全部什麼事情都是 我不爽你我會讓你知道 我要跟你對幹我會讓你知道 其實我覺得天蠍座真的很直接 它沒有心機可以 我覺得它算是沒有心機 就是很聰明啊 天蠍座就是很聰明 然後小心不要得罪是應該的 因為大家會說天蠍座抱負心場 我覺得不是 就是每個人都有抱負心 只是天蠍座比較敢做而已 說出來是比較勇敢 喔對天蠍座很勇敢 你不能因為天蠍座勇敢 就說他愛抱負心 其實每個人都有抱負心 其實每個人都有抱負心 可是他記在心裡 他不敢說 神秘感魅力大 嗯哼 無法抗拒 嗯哼 有眼光 大家都說天蠍座就是愛技巧 沒耐性脾氣不好 可是以上每個人都有吧 天蠍座只是因為會展現出來 很多人都會壓抑下來 因為像我如果愛生氣 人家就會覺得說你生什麼氣 可是他生氣大家就會覺得 喔我不要靠近你好了 不是我覺得是其他星座太虛偽 好不好 你在說我們嗎 對啊 每個人都有 在他世界裡只有天蠍座跟天蠍座 所以你不能因為天蠍座勇敢表達字 我勇於表達自己就說天蠍座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這個每個人都有 只是每個人不敢講 他常在心裡 不代表那個沒有 OK 不要騙天蠍因為信任者有一次 這是真的 就是天蠍座很討厭被背叛 就他對你好 他就真的對你好 就像我說這種自己人跟別人 然後什麼 總能看穿別人跟地右感 我確實是天蠍座的能力 動察力 心思比較細膩 然後動察力強 所以大家說什麼天蠍座很可怕 會在他面前很像赤裸的啊 就是因為他動察力很強 專情占有欲強 愛吃醋 對 因為這個總結來說都是占有欲強的表現 可能說你們倒是最兜的不行 對啊 因為有時候比較傲嬌一點 不想要就是 這麼表明的對你好 還要傲嬌一下 雙魚座 與世無真外表無害 其實墊墊吃三萬公 對 看似無毒其實有多 OK 浪漫多情 到底誰說雙魚座浪漫 他根本就不浪漫 他浪漫是在 灌小的部分浪漫 他並不會做一些浪漫的事情 然後 內心小劇場 很多 還有人說是 沒辦法控制得想很多 優柔寡斷 協議裡留著浪漫 再說的是浪漫 我要把一切給撕毀喔 很好聊天 看似跟誰都很好 但其實 不見得跟每個都真的熟 看起來很傻 但一點都不傻 容易對人有興趣 但其實是有自己的標準 你會在心裡默默給他大分數 其實你所謂的 願意多了一點 多了解他一點 是因為他有達到一些標準 他有解鎖 你會一直往上更深入的去接觸 對不對 其實你有標準對不對 有些人很無聊 你不喜歡他 你表面上就跟他好好的 但就是 我跟你講這麼多 只是為了你現在閉嘴 我要趕快走了 對我覺得今天就是 就是在黑雙魚座 然後在洗白天蠍座的一個大回啊 感性 好這個我認同 浪漫我不認同 但感性我認同 就是雙魚座很容易有 情緒泛濫的問題 然後速度很慢 只有雙魚座是這樣嗎 請問一下 難搞很會遇情故縱 我覺得雙魚座很多情 也蠻會遇情故縱 不然你以為我怎麼樣 兩天內就讓他喜歡 心機你看 沒有講出來心機更衛 只是洞察力很強 就是展露出來 我也不怕你知道的那一種 重感情 情感豐富 淚點低 淚點低我不知道 但重感情我覺得有 你很常常會覺得說 我對他這麼好 為什麼他這樣對我 對啊 很壞 他壞壞 雙魚 超級中二 很可愛 愛妝酷 但其實很少女性 對我覺得雙魚座是什麼 很多情啊什麼 可是其實蠻多雙魚座都蠻獨立 他就是一個在他自己世界裡面 多情的那種感覺 對啊 他會強很多 然後對別人都是展現友好 會讓人家有誤會說 你是不是喜歡我 而進而變成好像在釣魚 但我覺得 其實就是因為你對誰都很好 然後很多人都說 認識的雙魚都很可愛 我覺得是 女強人工作能力強 事業心中 堅強表現得毫不在乎 心裡其實不是這樣想 對他都嘴上說沒關係 然後回來說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什麼什麼這樣 他很傷心啊 但他嘴巴還是會說沒關係 傻眼 不誠實 真的表裡不一耶 表裡不一 其實雙魚座 比圖像星座還固執 我覺得固執的點不一樣 他不會說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他不會講真的 這不是雙魚座的套路 他會說 你不覺得 你不覺得我覺得 你不覺得巧克力應該會比較搭配香蕉嗎 我跟你講為什麼 就是雙魚座就是 那是什麼 猶豫不決的那一種心態 就是他其實搞不懂自己要什麼 他只覺得哪裡怪怪的 但他說不出個雙魚座 所以他需要這樣子 你不覺得 然後去透過這種聊天的過程 去了解到自己到底想要什麼 以及別人怎麼想的 然後綜合以上的想法 然後再 理出一個屬於雙魚座的結論 當雙魚座有這個結論之後 他就會往這個結論去衝 然後說服所有人一起往這個決定去 但雙魚座其實也很好被說服 尤其在你們猶豫不定的時候 我就跟你說你要選這個 你們去問為什麼 我就會一直講 這個怎麼樣 這個怎麼樣 然後雙魚座就 對對對 那應該要選 可是這就是我們猶豫不決的時候 可是我覺得如果我啦 我不知道其他雙魚座 如果我已經決定一件事情的話 你就會堅持到底 反而是你改變不了我 所以這個人 這個網友說的沒錯啊 雙魚座比土象星座還夠幾次 是啊 只是他固執的表達方式不太一樣 總結以上 就是大家說的東西 是有一些些小結論的 反正天蠍座呢 他就是記性很好啊 會記仇啊 有聰明 對不對 大家都會記仇 只差別在天蠍座的行動裡 個性 專情也絕情 就是愛恨分明啦 就是要就是要 不要就是不要 疑心病超重 很怕別人吃他的食物 他就是這樣 我啦 我就會覺得他是不是想要幹嘛 他是不是想要幹嘛 而且人家對他好或怎麼樣 他就另一個反應就是 你要幹嘛 為什麼突然對我好 這很奇怪 討厭人家說謊 自信爆棚 天蠍座就是最完美的 他一定是天蠍座 看到一個很完美的人 他就說 他聽天蠍座的 他有一個特質 天蠍座的特質 對不對 那是不是人家也不是天蠍座的 之後就說 沒有我只穿很像天蠍座嗎 他們就是這樣喔 嗯 愛生氣 生氣起來很恐怖 而且毛很多 慾望強強強 強強強 控制慾 占有慾 信譽 他們都有一種 特殊的氣質 神秘的感覺 特殊的魅力跟氣場 神秘感性 就是外人內熱 再來喔 最重要的是超能力 他們有超能力 就是他們規則超多 但看人認定 他很會定規則就對了 而且有說服力耶 大家會莫名其妙按照規則 對 我真的不懂耶 我也不懂耶 他有一些話說 他會這樣 要不然這樣好了 就是有一種 好像我退 但其實沒有 我前進兩步 好像我退不其實我前進 大家不要被他騙 我跟你講 然後再來是他有一個超能力 就是直覺很強 觀察力強 來啦 星座大師 唐喜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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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也是天蝎座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覺得其實天蝎座 可能適合當那個星座大師 因為他洞察力強 他可以看到一些 類歸一些星座的特質 然後必須把它講出來 而且會一語中地的 直接直達目標 大家聽起來講話說 欸對耶 天蝎座很常就是 因為觀察力太強了 或直接講重點 有意氣 容易看到事情的黑暗面 不是菜就高姿態 是菜就義無反顧的付出 對啊 就是自己也跟別人啊 感情上很常打臉自己 我已經不想說 我打臉自己多少次了 每一次的規則 都會因為自己人改變 這些就是天蝎座的特質 來讓你講一下雙魚座的 我們類歸出來的特質 很懶很會該 陪我去 蛤 這個有點可怕 我跟你換 不然我做什麼 你做什麼好了 然後就會被我做不要 他就會 吵吵鬧鬧 用撒嬌的方式來解決這些 什麼是你沒有撒嬌做不來的 很愛白日夢 剛剛說什麼 沒有感情不行 錯 是沒有說夢不行 對 Right 挺商高 還滿夠的還不錯啊 少跟金 不是一個而已 應該很多個 選擇障礙 非常的障礙 所以我們才會自訂一個規則 容易被影響 容易 很直接很兇 我覺得雙魚座都滿兇 我們也有時候兇起來是不是很兇 但是兇起來會有一種稀幹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你看雙魚座生氣 他是真的很兇 但不知道為什麼 在我眼裡看起來都很好兇 雙魚座就是很會聽人家指示 然後去做的時候才會回想說 我幹嘛 我幹嘛這樣 然後大家發現這件事 他就會想起 他就會生氣 就會覺得說 阿你不就怎麼樣就好了嗎 幹嘛一定要叫我 我們平常好像也很想這樣 對啊 笑點低 其實是假的 對就像這樣馬上守住啊 不是這是真的 我是真小 可是是為了一個起扇 雙魚座很會在一個對話 一群人對話裡面 接一顆重要的球 就是大家冷掉的時候 雙魚座是最會接球的 對 你們會滿情緒感的 就是不管 不管大家說什麼 雙魚座就是感覺的到 然後知道現在要接一個動作 接一個笑 接一個話 就是對方講一個冷笑話 雙魚座絕對會捧場笑的 天蠍座就是看著你 看著你 說 我覺得現在合適的講這個冷笑話 心裡啦 但會寫在臉上 現在講這笑話合適嗎 這笑話很難笑 我覺得天蠍座超直發一點 就是 我的臉可以告訴你我在想什麼 雙重個性 可以調皮 理性兼感性 就是你可以很感性 但你突然變很理性 你給他一段時間 他想通了之後 他就可以講得很有條理 那個時候他就是一個機器人 不帶任何感情 因為他已經想透徹了 至於會回歸到前面的固執 那個固執也會參和一點在裡面 所以他就可以很理性的跟你講完這一切 好拖延 這沒得否認就是拖延 沒有我覺得只有你 這個其實不見得是雙魚座 我覺得愛拖延就是拖延 可能或者很多星座都有拖延 那就是看個人的 對 看你怎麼表達 外貌來說 大家說雙魚座的眼睛好看 我覺得是因為愛笑 那你就會感覺 就是樂觀的眼睛 彎彎的 彎彎的這樣 對 然後感情上的話很 渣不懂得拒絕 背太多 沒有錢 對 我覺得背太多 嗯嗯嗯 多情 賴情 那面積差可以跟前任當朋友嗎 那要怎麼說 我們來有請 他們也可以跟前任當朋友 我覺得應該反過來 就天蠍座不能跟前任當朋友吧 前任死人啊 還有一個啦 自己人別人跟死人啊 好可怕喔 好他就拿刀出來了 下一個 黏人 黏喔超黏的 嗯蠻黏的 跟屁醜 但就是可能 因為你們會腦不幻想 你們會覺得很可怕 所以千萬不要一個人 就黏上去 超能力 內心有 選一個巨人 嗯 非常喜歡嗎 嗯 觀察力強 我覺得水上星座都觀察力蠻強 因為很感覺星座 水上星座因為 都算是感覺星座 其實我覺得我們的觀察力都很強 可是他表現的方式跟我的不一樣 他是感覺到之後 他就很確認 然後就開始做那些很確認的事情 我是那種 觀察到之後 我會懷疑 我觀察到的事情 就因為我猶豫不決 我就是像水這樣在那邊跟人家 這樣子嘛 所以我就會繼續觀察 然後但事實上 我已經開始就是 猶疑自己的位子 默默但其實把自己摸 摸到安全的地方 那種人 但大家不會發現我默默就是 做了一些 對就像有人講說 我默默打了分數 我默默什麼 這就是我們觀察的破片 雙一座觀察力 所以你看天一座只是比較直接跟勇敢 OK 每個人都會 這就是我們今天 解剖我們自己的星座 講別人的星座不準啦 我們就是講自己的星座這樣子 大家也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對這兩個星座的看法 好啦 所以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希望說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